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那个蜜蜜 我现在正在咽中呀 三明明 是 脾气鞭大了 这不也不听话 他要是有个散场亮断的 爸 你干啥你吓死这么重呢 小离婚就牛神 莫同意 你没事吧 擦点帅死 你这又死吗 又出沙发 你就是瞎逞强 饿死不服你 咱啥时候能走到诊所 走不到我就不走嘞 我回去还不行 回去回 反正兵又不是饿 看 总于说出你这心里话来吧 我就知道我这一兵 你爸不得我照点死你 那好 我死 我死还不行 我死 我死 刚存侠 你就要把我活活给气死了 那是 我死 存侠 你这死干啥你 还学传不尿呢 还不刚刚给你打管做 小离大夫 这个孙子转门给你代替 你尝一喊 谢谢啊 爸 来 吃这儿 我不是 儿子 你爸 你妈他 你该妈他咋的 是不是 心脏病又翻了 他要死心脏病翻了这句号叻 爸 咋的你赶紧说 你妈他活活要玩个气死 爸 来妈他刚做完 心脏打药叔叔 你凡事都让着他一点嘛 你看 你妈他现在 重伤不来气 莫让他来检查 他又不来 也不成恶者 你不是到底咋办呢 大夫 爸 你先求求 我马上下班了 等会儿回去看看 妈 你不是爸会 判长的事情吗 咋叫你儿子回 妈 看你神这话算 奶奶这也没你好 来 喝碎 不喝 拿走 妈 这就是你不对了 奶奶给你倒杯废吧 你看你 你爸现在 把不定个早点死你 先个箭不能扛 手不能翘的 好给下一家通缉房 妈 那医生你这个兵啊 最忌讳的都生气 你生气血压上来 比心脏直截都不好 你知道吗 来 你两个血压 那区恒 你又早 안来 要听儿子的话 再把我做事了 再把我都找死了 放在这里 你把我家烯一定 就我去 你把你把我家乯弃了 Communications 你嫂子这回大乔叔叔 家里站在那儿点钱都花了 这利财都提前去出来 对不起啊 哎 肖像结婚 我也不知道咋办 奏一步酸一步 哥先不跟你聊聊啊 老婆 老婆 以前这天不是想吃这个时间棒吗 那拍了好长时间都对 才买的 快吃 这是咋来的 卖了又不吃 不吃 咸 咸呢 不想嘛 我飞了那么大的劲儿 泡那么远 这卖回来就 又不吃 我就不吃 你能帮我咋 卖了又不吃 你这是又夹 乃吃不吃 好 乖 大哥 大哥 站住 晓晓 你两三有头 你来跟我拎 走 你干啥你吓死这么终于 小离婚就明神 我同意 张小夏 你这是干啥 我天天伺候你 你咋能舍出这种话呀 你伺候我啥的 你以为是想让解放你 你都知道 我拖累了你 你把我血口盼燃了 我知道你做了手术 心情一直不好 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可是你天天这么说 谁都受得了 你受不了我 我还受不了你 这不正好 离婚 我看你是疯的 我明天把你带到园去 好好检查检查 我看你精神是出了问题的 李大哥 你这死在了呀 李大哥 你这死在了呀 小离 你这回补忙了 对了 李大哥 淳霞姐的兵在秧了 莫斯 浩端 要是我淳霞姐这兵呀 也够磨人的了 这历历歪歪全靠你一个大男人 不容易呀 那不怕酷 可自从他得了兵 脾气鞭搭的 这也不听话 他要是有个散场两断的 那跟小羊可咋办呀 李大哥 你不要难过了 这解放邻居的 又仨 男生 中活 你就指一声 不会消化你的呀 你看这个 哈哈 所长 休休休休休休 咱所处这么大事情 你还在这儿休 啊 你说说 咱所都是几个人 把雨也丢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这你们都炒了 啥钱 所长 一个月瓶子才多大 谁说时候一拿 谁能看出来 再说来 走廊检空就坏了那么多天 你也不休 我 我检空 还不是因为 这两天在所里紧急进场 胡扯三 咱是何愿意 咱这儿丢的可是绿小喜半片 不是这抑郁的 不是这点咸的 只要是拿起大半年年吃的 我可要吃大三的呀 哎 所长 你也不用太在意了 我腰子生三片的 应该摩擦大问题 三片 你咋知道生了三片 一直在那儿疯人 肯定知道嘛 哎小丽 你不是说在你那儿护士操作是丢的院吗 哎呀 哎呀小丽 哎呀小丽 你给我回来再把这儿丢的 咋能在你玩呢 你个大傻子 以后患者欺负你 看谁帮你 哎 所长 好 哎 爷 小丽大夫 我这儿干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来走你再看个病 哦 先看病 好 请坐爷 好 爷啊 你这个精髓啊 吃老毛病的 那不是提醒过你吗 千万不能让脖子受凉啊 哎 爷 哎哎哎哎 我知道知道了 哎 小丽大夫 你妈最近身体咋样 哎 哎 妈呀 才走完 心脏板交手术 恢复力倒是挺好的 可是 心脏病还要慢慢痒 好好好 你看你妈得着病 可怜你爸咧 你妈在屋里头 仨都做不成 屋里头全靠你爸你 哎呀 这不还用问你吗 这个奶妈今天恢复力很好 我相信以后肯定没死 我中午先来还回去 帮他测个血压之类 哎 小丽 你只会千万不敢回去 千万不敢回去 不方便 哎呀 哎呀 你看你说的 我回来我还有啥泡面呢 不是小丽 你看 刚才没在外面看见你八根五个 俺哪里 你咋还很少救人 不用别人 你咋还很少救人 我现在看你那儿都不说你啊 离婚吧 离婚就离婚 挺腻的 你狐狸你被把终于露出来了 李大哥 你是不是嫌得逃了你 对 对 对 那就是嫌你团的 你仗着又闹 闹着又有问题 你这个家 我一天都带不住 你 李大哥 你不住死人 你永远没有闹回来 小丽 李大哥 你这是要卖仨呀 我不卖仨 我们地方带来 我在你这儿换换 你走走走 叶大哥 你该不会死跟传侠借 又闹别扭了吧 这不是我说你啊 这冰人呀 他心烦得恨 再说了 他不跟你操 那哪他跟别人操呀 他是跟别人操 俺就认了 这混血里边 两个人要忽想利劫 像当初我和俺老公 哥说哥的利 结果呢 人瘤了 我都后悔死了 喂 刘介 刘介 保持下三千 imaging大机 拉着我玩 把俺家的胆子 画着瘮瘁瘁瘁瘁的 实在拿不出来 对不起啊 刘介 你看 向阳在我小乘所 我支持科小待 别挣不了多少 你迂得退休间又是低 我真的拿不出来 厉达哥 小厉 和平睡吧 拿上 厉达哥 死这吧 你当个店里来上班 我这店里呀 刚好取人寿 我一个月给你三千块钱 我看了呀 这往后蠢侠身体 再出现啥状况的话 你不能手里 没有一段钱吧 妈 你是不是又跟妈妈吵架了 这真是那故人神流化 你这心 是都不做的 不能大也不能妈 暴啰嗦 赶紧给妈倒杯出去 好 你等着 不容易呀 还有人给丽孝阳 卸妖扬心 真是不容易呀 所长 丽孝阳 你不是 所长 那现在知道 谁偷在这儿 而这个人 只在犯罪宣传上 丽孝阳 你跟啥吗 你 所长 你听我意思 前段时间 妈妈不是得了新贡吗 然后她 然后她不想 两个五年 然后她都想 投有资金 然后我不知道 刚才有她过来 真的 等 你说的意思是 你妈得了新贡 像资金 但又怕连累家里 所以投了资地月 结果资地月量太少了 这儿又来投资地月 都是这样的意思 所长 你理解能力太强了 要不然你咋能挡住 我这点笨子 能令到你吗 所长 那事先撒班吗 李小阳 那不是跟你说过 咱作为乙者 一定要有父母信 两个跟你说 我发现了个秘密 我现在正在验证 啥秘密 安娜 安娜 你俩忙 你俩忙 我先走了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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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 银子 你千万保护会 我以后呢 就在安娜这个店里头 做总店过 增多增少 也能提供他家用 哦 你在安娜那打过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差点误会你了 老李 你要真的实在没有钱 我这还有钱 你先拿机用 不用了 谢谢 银子 我就求你绑个忙 晚上存下知道 我在这大火 你他身在的孝心念 他总爱胡思乱想 我跟你说老李 你放心 这个事情 我一定给你瞒着 你走放心哦 好 那走了啊 好 爷 你这是干啥 忙哈一条 小李 你五点事情 咱可得帮着你妈瞒着 啥事呀 你爸不是是牛母有钱吗 他在安娜娃打工 然后又还把你妈知道 上期 所以咱大家多得帮个忙 瞒着你妈 妈呢 哎 雷大哥 这两小奈 这败那 这两小奈呀 拿回去 给陈霞喝 这咋行呀吗 这那这么贵的 这不合适吧 这咋不行啊 你看一下这日子 都快过气了 这麦给街坊邻居 也不合适呀 咱呀 自己喝 这多不好意思 不要再客气了 赶紧收下吧 喂 陈霞 你咋来 这次心脏又不舒服 大哥 你一会儿回来 去一趟安娜超市买点菜 我到安娜店里做啥呀 陈霞又没有菜 我现在在外头买菜呢 哦 那你这不用买菜了 你把安娜叫我来 啊 陈霞姐你来庆哪吃个饭 庆安娜吃饭 那辣妹子 奶家老李做着假肠菜 那整体是一绝 你要受嫌弃 以后 你再带我来吃饭 好 你去陈霞姐 谁都对着 只要你有时间 就来带我吃饭 啊 来来来 谢谢 谢谢李大哥 来 你也吃吗 看你照顾病 那一天多幸亏 你多吃点 好好好 多吃点 好 你也吃你也吃 拿这面吃吗 好好好 大刚 我带你治个病 拖累了你给儿子 我走了 你的儿子过去年 好日子吧 难道认不出 你有时间去找他 他不会不管你 这让你不弄 但是肯定你olen 条 hydration 小杨 妈神经不成这儿 你咋还闲着呢 你还想不让我活 妈你听不懂你舍 虽然你做了心脏自家手术 但是你恢复得非常好 你只好玩配合男的 你跟正常人一门一样 你啥想不开的 你啥发现的 从你从我这儿 偷走了三立鹅之后 我都感觉事情不对劲 所以你就一直跟我演戏 把围棕树打岸面也开给我 你说你不光有疫病 要有疫情 虽然你生孩子 但是你也是我的患者 你爸这一辈子 跟我没想过杀父 我现在神气不醒了 我就想对他好一点 我走脸 对他也是个介绍 李安娜人不错 人心长 我本来想错过他俩 我两小肯拉他俩在一块 又是优孝季 所以我就不想活了 妈呀 你看你闹得一探胡思万象 你啥嘛 总因为这你来那 这个家都不要了 你说啥 让我去造你爸说这个词 你咋不去念 我奶爸对你印象挺好的 你开口的话 他绝对不会拒绝 再说了 我奶爸 要沟通 没办法沟通 所以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求求你 你去 李小阳 莫凡你学义 可真是白瞎你这个人 你要是把我撒胡联忘 母表一个一都到寿了呀 行行 那谢谢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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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 你带我来这儿干啥 陈霞 你记不记得当年 就在这儿 我给你求婚 我认为 我虽然穷 可我保证 一辈子会对你好 一辈子不跟你起手 可现在 你得了个病 可咱都知好了 你咋能说话不算呀 正常跟我 横挑鼻子 竖挑眼 大哥 我 咱夫妻这么多年了 你的心思 我能不知道吗 你是怕连累我 你才故意 装出那个德行 给我看 我记得 当年 也是这么好几天 然后 我有答应嫁给你 现在 我不后悔 我当年的选择 你后悔吗 我一定 好好配合一下 把身体养好 咱好好过好下半辈子 好 你俩咋来了 你个死鬼 小刘胡思都更恶事 你呀 就是想着太多 今天你舍的话 来的都成点了 你要是舍话 不算说咋办 妈 你表个态吗 肯定说到足够 那就好 忘了在这儿 哈哈 哈哈 来 儿子 妈 妈 你们不是去北京复查了吗 不回家再来诊宿跟查 来看看你们 你让医生出来 你妈回复的相当好 只要注意生活规律 再活个几十年没问题 那可太好了 这次多亏小刘护士 小刘护士 那么今天来 他也给你送禁旗来 叔呀 你们这一个禁旗都松草人了 这个禁旗也送给你们的 宝贝儿子 就是你这儿子信息 直到你 逃了他的远 排死他 让孝刘护士 跟安叔一块 布了这个局 你这儿子真好 真让人羡慕呀 是啊 那时机 我看是谁送你 你送你 我这个儿子 百分之九十九都相当 隐军善良 有羞 你这次骑什么 挺好的 叫骑你 你看呀 妈妈这比较 这次真好 看见心情不错 我请你看那样吧 我怎么在看那样 哎呦 傻儿子 如果我猜错 咱家这个药 上了西天晚了 咱儿子 有女皇有脸 那哪哪有 真吗 在哪里 你修男俩 你也想光给别人看砍兵 你呀 给你自己也看砍兵 傻孝子 有脚的头发晕你呀